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演习攻略 可谓是掀起了一番热潮 虽然现在已经大结局了 但却依旧让人意犹未尽 尤其是徐凯扮演的复查复衡 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 也因此让他大获了一把 不过他的衣品好不好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徐凯一头萨爽的发型 十分的清爽飘逸 没有戴口罩的他显得格外的帅气迷人 尤其是那精致的五官立体分明 有能有脚十分的俊昂 一身黑色的装扮显得神秘又帅气 帽搭一件拼击格温外套 增添了不少活力和招气 让整个人看上去十分的帅性干脸 炫酷的墨镜相搭更添几分魅力 脚踩一双休闲的运动鞋与衫衣相搭 显得十分的简约有大气 裤子褶皱款式的设计 显得徐凯的双腿有点短 不过裤子上的吊带随意搭拉 显得有些皮呢 很是可爱迷人呢 陈丽龙大家肯定再熟悉不过了 谦虚礼貌又可爱的 他是大家心中的小男神和偶像 看着精致的五官冷郡分明 幽暗深邃的冰模子加上单眼皮 显得一场的帅气迷人 阴挺的鼻梁配上薄透视中的嘴唇 邪内性感 简直帅的不能再帅 同穿这件隔文衬衫的陈丽龙 看上去更加的清新俊逸 阳光帅气一些 搭配上简约的白色和身灰色的牛仔长裤 简约大气 而又时尚脚踩一双蓝白相见的运动鞋 洋溢 这满满的活力和清纯感 徐凯真是尴尬 穿六千元的衬衣撞衫陈丽龙 竟被瞬间秒杀了 徐凯这件衬衫官方售价6675元 但却和陈丽龙穿出不一样的感觉 徐凯的穿着看上去很简约 但却显得双腿很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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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